三更半夜天还下着雨 79岁老太太独自一人走出来 穿着睡衣打着赤脚 一直走一直走 就这么消失在路口监视器画面 直到凌晨 丈夫发现太太不见了 才赶快报警 警方一路找 好在最后在饭店一公里外的隧道口找到人 当时老太太全身湿透 不断发抖 身上还有多处擦伤 问他怎么会跑到这 老人家一脸茫然 只说听到有人在他耳边 叫他起床去倒垃圾 才会离开饭店 老太太和先生 从台北到台中古关旅游 显然说太太患有轻微失智症 平常在家都在下午三点左右倒垃圾 为何会凌晨外出也感到不解 失踪四小时 有惊无险 但恰巧在农历七月 难以解释的情况 连警方私下都说 有点毛毛的 记者王一超乱质疑 台中报道